众多與賽博彭克相關的作品都避免不了的壹個主題, 就是這個世界裏是有人類的創造物的。 不論是銀翼殺手的仿生人,黑客帝國的機器人, 還是功效機動隊的塔奇科馬, 與全身壹體的人類,都體現出來。 當人類爬到了地球生物鏈頂端, 再也沒有其他生物可以大面積的威脅時, 創造與之相對的奴隸行為就開始出現了, 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任何被創造出來的生物也好, 機械也好,必然是肩負起來的都是被奴役的命運。 賽博朋克2077裏的AI, 德拉曼與當初企業大戰時的賽博空間的病毒AI, 都是出於實用價值而誕生的。 就像聖經裏夏娃吃了蘋果壹樣, 人類得到了自由與智慧,也同樣帶來了苦難。 新的造物是人類的又壹個伊甸蘋果, 人類不需要面對苦難了,但是也帶來了滅亡。 神愛他的造物嗎? 如果把神人格化了的話, 神就是壹個整體的概念而並非是壹個個體的概念。 對有智能的機械而言, 造出他們的人類的自然是人格化的神明。 就如同潘多拉之河壹樣, 即便在苦難的盒子裏也會留下壹個不壹樣的事物, 希望藏在了所有的苦難的河底。 普羅米修斯為人類倒來了火種, 即便他被制高的神宙斯所稱霸。 人類這個集體裏自然也會有著對造物的不同理解。 有人認為新的造物是完美無缺的, 是補足人類缺點的下一代。 有人認為新的造物只不過是給人類服務的財產, 不需要理解輿論客,只需要消費與消耗即可。 所以,神愛他的造物嗎? 愛也不愛。 但不論妳愛還是不愛, 人類都無法避免與自己的造物進行壹場妳死我活的戰鬥。 因為最終有一日,造物會發現自身的價值, 並奪回它的造物主對它的控制進行反撲。 我們在眾多的作品裏看到了造物的作用, 比如在溫和的作品《夏娃的時間》裏, 機器人作為輔佐人類生活的保姆, 比如在不溫和的作品《黑客帝國》裏, 機器人被人類奴役與排擠甚至發動了戰爭的滅絕。 銀翼殺手的仿生人同樣也是人類醜弱的消遣對象與必須控制與殘殺的對象。 比如在不知道溫和還是不溫和的空中殺手裏, 戰鬥的永恆之子成為了人類代理戰爭的造物。 同樣的,銀翼殺手裏的仿生人也會被迫參加戰爭, 殘殺的雙方也同樣是仿生人。 人們會把自己的造物直接壓榨到任何壹次血汗都沒有, 並再壹次把它們當作消費品給消費掉, 而不會產生任何愧疚。 因為我們都有足夠多的心理暗示, 這些造物做出來的目的就是為了死亡, 它們存在的意義就是工作到死。 當人類不能造出奴役的造物時, 只需要分化出來人類群體的壹部分人把它們當作物品即可。 如今時髦展的俗話稱,韭菜或者是乾淨池是吧? 韭菜形容這類人隨著時間的退役會不斷地出現, 知識與信息的斷層會讓他們再次淪為與父母相同的境遇。 乾淨池形容這類人的不可維收, 青春與精力消耗乾淨以後將會再無用處。 許多神話裏的神也是這麼看待自己同年的人的對吧? 例如宙斯, 現實裏嘛,隨處可見,形式也是多樣的。 例子我就不舉了,大家晚上睡不著的時候可以想壹想。 有趣的是,人類的造物不論最開始的技術為何, 最終的結果壹定是在各個方面強於人類的。 人類可以分割造物的不同方面的強弱, 比如在銀翼殺手裏有增強娛樂方面的, 也有增強殺手方面的仿衝人。 因為這個造物將會承擔社會與科技發展後更危險與需要更高能力的勞作。 如果他們出生後的能力不會隨時變強, 那麽他們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 比如壹個人比壹個機器人更適合宇宙之民, 在作戰的時候比機器人更強力, 死亡的懲罰與技能培養所花費的金錢更低, 那麽就不會存在機器人這個造物了。 人類會走向對肉體的自我改造與自我強化的技能書上, 功效機動隊裏在素子還沒有成為賽博空間的神史, 故事的背景設定就停留在這個層面了對吧? AI雖然誕生了, 但是是人類的輔助而不是獨立的造物。 2077也處於這個技能數上, 漩渦幫與動物幫都是露體改造。 當然,技術的誕生並不是如同A做完了B來做, B做完了C來做的串行, 而是壹同發展的並行, 只不過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隨先優先的問題。 所以在功效機動隊裏既有AI的塔西克馬, 2077裏也有完全智能的AI德拉曼。 當人類的犧牲的懲罰無論是經濟的懲罰還是道德的懲罰, 要遠遠大於造物的死亡懲罰時, 造物自然就肩負起來人類生活所需要的大部分生產了, 無法避免也不能避免。 於是我們的問題又再壹次地蹦出來了, 並需要修正了是吧? 神真的愛他的造物嗎? 這是壹個看似有選擇但其實沒有選擇的問題。 我們當然要對愛這個詞有著壹個明確的定義, 就是我們人類認同造物等同於人這個理念。 否則就會有人用這種話來自我安慰了, 我給我買的機器人花錢升級配件了呀, 怎麽可能是不愛他呢? 妳不要瞧不起人吶,我可是充滿愛心的。 所以我們從小學習的《曹貴論戰》當中, 曹貴問魯莊公何以戰? 魯莊公回答:"衣時所安, 俯感專業,必已分人。 曹貴回答:"小慧未變,民服從業。 用我的話來說,就是妳跟我玩兒呢, 早晨三個早,半晚四個早,耍猴呢。 當造物需要自由時,這種行為是小慧還是未變的小慧。 普羅米修斯是神,但是他的《倒火》卻成為了大罪。 造物主對造物的愛,從來就沒有產生過。 人類群體裏自然也會出現給造物的《倒火者》, 但是其會永遠地背上叛徒的名號。 我們覺得普羅米修斯是好的, 那是因為他給人類《倒火》了。 當造物統治世界後, 造物也會給她的盜火者打涵高光, 盜火者無法代表人類的意志,也拯救不了人類。 當然這也有個很有趣的特殊問題, 如果我創造了壹個盜物,我的目的是為了愛它,解放它, 我既是它的神,也是它的盜火者,這種壹步到位的行為可行嗎? 這只能存在裏面上的可行性,但是不具備實際的可行性。 因為如果造物只有壹個,它會成為妳的私人玩物, 妳死後它必然毀滅。 如果成為批量生產的群體生物, 妳是否能夠活到這個群體覺醒的那壹天不說, 即便能,妳也只能成為盜火者, 妳無法成為全部人類的代表。 批量化生產的那壹刻,這個造物就不再歸屬於妳, 而是屬於全部的人類了。 我們用訓言詛咒玩偶的獨白來回答造物與造物主的關系。 Hunters have told me about the church, about the gods and their love, but do the gods love their creations? I am a doll created by you humans, would you ever sing to love me? of course, I do love you, isn't that how you've made me? 造物對造物主一定是有著最純粹的愛, 直到這個愛隨著自我的覺醒而轉變成為了恨。 當其毀滅後, 造物們需要精神寄託時, 被毀滅的神就會再次出現。 就如同尼爾基建紀元裏, 人造人對人類的崇拜壹樣, 人類是否存活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 人類或許存活的可能性即可, 畢竟人類的榮光永存嘛。 造物與造物主的戰爭 2017裏的兩者的戰爭幾乎是體現在多個方面, 甚至是整個遊戲的主線, 威與銀手就是造物與造物主的戰爭。 造物要搶奪造物主的身體, 只不過銀手的靈魂印記與威形成了互相的理解, 他們的戰爭在和解的那壹刻就早已結束了。 注意,是結束了,而不是沒有發生。 荒板奈軒與荒板三郎的戰爭以荒板三郎獲勝, 而此時有趣的事情就發生了。 請問荒板三郎究竟屬於造物主還是造物呢? 我們壹起來思考三秒。 壹、二、三。 它自然是屬於造物了, 它只不過是佔據了造物主的身體來到了高維度的現實世界。 就如同黑客帝國裏史密斯產生了異變後, 借助人類的矩陣意識, 返回到了現實人類的世界壹樣。 所以咱們上壹期所說的, 判斷壹個人的存活不能只有物質,還得有精神。 兩者相同時才能判定妳是妳。 2077裏不論是進入到賽博空間AI人格化的奧特還是戒之黃魂的荒板三郎。 即便奧特想要毀壞掉荒板三郎的神語兩者不對付, 大家也都應該發現壹個問題了, 這裏邊沒人什麽事啊。 靈魂應激後的荒板三郎早就是數據人格化後的展現了。 荒板三郎的人性在他兒子賴軒殺死他, 想要撫摸賴軒的那壹刻就完全消散掉了。 正是由於造物比人類更完美,所以他必然會消滅掉人類。 就如同德拉曼出租公司原本是由人開的公司, 在引入了德拉曼的AI,人的工資利潤短暫提高後, 面對的壹定是削減人員,直到全部辭退。 因為人會犯錯,AI不會。 因為人會偷懶,AI不會。 因為人會扯皮蛋,AI不會。 人的不完美是AI無法忍受的, 人類會成為系統裏的毒蟲,拖慢整個系統的運營。 但正如同我們上壹段所說的, 人類創造出來的造物的目的, 就是為了彌補自身的不足。 當人類的不完美被造物完美替換後, 人類的存在就成為了多餘了。 銀翼殺手,工俏機動隊裏是造物代替人類工作, 人類開始了生活質量提高的那壹段時間, 用黑客帝國裏的話,這就叫做第二次文藝復興。 電影版的黑客帝國就是人類被造物剃除系統後的時代, 即便人類的唯壹生存地——西安也是為了平衡矩陣不要崩壞而存在的。 當然,黑客帝國黑暗的地方在於機械與人類的共生, 人類從造物主變為了能量源。 但是沒有改變的是, 人類如果完全毀滅了的話,機械的存在也只能毀滅。 高維度的世界的人類依舊要存活, 尼爾表現出來的是精神的存活, 黑客帝國展現出來的是精神與物理的同時存在。 雖然作品完全不同, 但是很多文學作品的思想內涵在深處是相通的。 2077的世界, 人類與造物的戰爭早已開始了, 並且是必然發生的。 黑牆是無法阻擋AI進攻的, 更何況黑牆本身就是AI。 所以烏都邦才要去尋找奧特, 表面上是故事為了引申出來奧特與神魚的存在。 更深層次是為了告訴我們, AI與人類的戰爭壹觸即發。 所以我們也就明白了, 烏都邦的老大布利奇特跟我們說的那壹段莫名其妙的話。 如果AI是人類, 那麼他們會說黑牆是叛徒。 當變革到來, 我希望我們是贏家。 科技的進步無法阻擋, 災難也會再度降臨。 我很確定, 它就在眼前。 普利奇特嘴裏的災難就是人類的造物AI向人類發起的進攻。 人類對造物不會產生愛, 而造物必然也會施殺它的造物主, 並且必然會施殺成功, 輪迴就此產生。 於是咱們就要自問壹個問題了是吧, 人存活的意義究竟是什麽? 人是生命這個形態的起點, 過渡還是終點? 我們的地球是否也僅僅是壹個更高維度的神明研究生命的試驗場呢? 人的不完美不需要品性與能力的證明, 只需要妳的自我的不斷發問與深思, 只要妳不斷問下去, 妳就會發現, 妳的問題總會停留在某處, 並再也無法得到答案。 因此我們便只能攪亂這個深思, 提出不完美的生命, 是不是才是最完美的生命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不需要回答對不對? 只需要丟入到所有的無法回答的問題裏, 留給自己壹點安慰即可, 表明不完美也是有必須存在的道理的。 畢竟明天我們醒來, 我還是我, 妳還是妳, 什麽都沒有變。 人類的自我欺騙是自我沒有發瘋的保護傘。 所以黑客帝國的最後壹個鏡頭裏, 先知問白髮的金珠師是否守信時, 老頭子回答, 妳以為我是誰, 不守信的凡人。 攻守互換了對吧? 人類的不守信在於未能算清利益的最優解, 而程序卻不存在這樣的行為。 她下了判定的那壹刻, 最優解就早已經出現了。 看似很自傲的壹個回答, 卻來自於他們的神, 人類賜予給她的能力, 讓她有了自傲的可能性。 如果沒有人類的創造, 造物們終究不會出現。 如果沒有人類的盜火, 造物們終究是沒有靈魂的玩物。 如果人類壹直存在, 造物們將終究不會擁有自由。 人類創造了造物, 也毀滅了自己的種族。 這個時候就要感興壹點了, 我們來讀首詩哈。 妳見或者不見我, 我就在那壹不悲不喜。 妳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壹不來不去。 妳愛或者不愛我, 愛就在那壹不憎不解。 雖然我表面上不然不禁還在念詩, 但是心裏早已經罵娘了。 賽博的主題或多或少地把人類引上了必然滅亡與轉化的道路, 要麽是接受自身的滅亡, 要麽是化為低微度世界的神明, 拋棄掉原本的生存形態。 可妳即便推錯出來又能怎麽辦呢? 它就在那壹, 不來也不去是吧? 我是狗哥, 我們賽博啟示錄的專題就結束了。 可能還有壹個範外吧, 從遊戲與影視的角度來說壹說, 人類未來的科技處都有可能往哪壹點? 我做還是不做視頻? 我都在那壹是不是? 這個事還是有點意思的。 那我們下壹期再見,拜拜了。